要跟台南市社會各界報告 目前 台南市政府準備就緒的開放政府的內容 同時也展現我們開放政府一定要執行的決心 剛剛不管是趙主委或是陳秘書長 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開放政府大概有三個元素 一個是開放資料 開放服務 第三個是開放決策 簡單來講 因為都是開放 可能就是公開拓服務 你不管是開放資料 開放決策 開放服務 市民就有辦法參與 市民有辦法參與之後 就有辦法彼此互相協議 它會產生一個正面的效果出來 不僅僅是可以民主克責 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同時也可以防止 防止腐敗 這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我相信大家剛剛聽這個簡報之後應該不難發現 過去雖然台南市政府沒有強調開放政府這四個字 但其實有些事情已經在做了 除了資料的開放以外 我特別舉個例子 就是開放決策的部分 東區公務局所建置的這個荒野公園 就是巴克爾公園的第二期 就是開放決策的模式 大家如果有去的話應該很清楚 因為它保留了 包括這個英國蟲區 保留了這個當地的這個生態 包括一個制洪池 它為了要避免影響這個當地的生態 它還挑高這個木棧道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 這些idea 這些意見 都是公務局跟市政府 長期跟當地的社會團體 或是當地的裏民共同討論的結果 換句話說 市政府是決定要開闢第二期 但是怎麼開闢 然後騎乘如何 要怎麼樣做 甚至監督 其實都是公司協議 這個就是一個開放決策的一個模式 第二個 我們前不久 包括這個希臘亞族的這個證明的事情 或是包括在佐政法師館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變成化石館園區 這個我們也是用開放決策的模式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加一樣 就是這個 飛燕寧區 飛燕新村 那忽然 這個是國王部的土地 他用的是路根 那廠商也已經得標了 但是因為當地的民眾跟民意代表 都認為當地是一個文化的遺址 那我也已經到現場去視察 也已經做出決定了 要求這個承辦的公司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看看 除非沒有發現文化遺址 否則不可以通過 甚至樹木呢 也要原地 要留置 不可以任意堅持 但是 還是有公民團體站出來 我們認為 還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那所以 我們現在飛燕新村 我就在這邊宣布 我們就進入開放決策 然後我們請這個政府市長 來負責 結合 包括這個公務局 杜發局 還有這個文化局等 大家一起跟公民 大家對待 然後 能夠讓這個未來這個 飛燕新村的進展 能夠不僅僅是 符合開放政府的精神 也能夠符合民眾的要求 一個重大的這個發展 如果能夠跟民意結合在一起 我想那個才有意義 我想 原則上 大概開放政府 因為秘書長跟朱瑋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就特別補充開放決策 另外 因為開放政府已經在推動 已經在進行 那台南市政府目前就有四個本質 也許有些美女的朋友已經聽過 我再次強調 過去上一任 台南市政府有兩個本質 一個就是清免勤政 第二個是以人為本 就是傾丁民意 施政跟民意結合 那尤其是陸平或是這個 治水 陸平治水 公車捷運化 相關的局所首長 都花了很多工夫 聽取民眾的意見 能夠跟民眾結合 然後本身這個重大建設 也是以人為本 除此之外 這一任我們又加兩個本質 一個就是公益向善 剛剛這個趙主委刷告裡面 市政府也應該是一個行善的單位 我們看到很多善心人士或是公益的團體在做好事 那市政府應該也要 市政府也有行政的資源 也應該去幫助弱勢的民眾 也是一個行善的團體 那第四個就是開放政府 這個第四個本質就是開放政府 市政府有決心 而且也有方法 會好好推動開放政府 讓台南市政府 能夠更民意 更加緊密的結合 不僅僅市政府 可以接受民眾責任 也可以更加有效力 也可以防止腐敗 當然最重要就是讓城市的建設 能夠跟更符合民眾的要求 我就做這樣的介紹 謝謝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黑箱作業 那這個在民主化過程裡面 確實對行政機關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的地方 所以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 一直朝著民主的所謂公正公平跟公開 民主參與的這樣的目標在做努力 所以2000年的時候 我們通過了一個法律叫做行政程序法 這部法律就把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參與的程序放進來 所以我們的行政效率行政效能 藉由這部法律可以做提升 那接著呢就是公開的部分 因為行政程序畢竟它還是有它的內部化的問題 但是要對所謂的老百姓的公開 我們憲法裡面並沒有所謂 有資的權利的這個基本權 但是過去大法官的解釋都已經肯認了 人民是有資的權利的 可是這個資的權利要透過什麼來加以實現呢 我們就需要另外一部法律叫做政府資訊公開法 可是這一部法律過去在立法院裡面受到 在當時的這個在野黨非常多的一個側走 所以在立法院是禁了三次才好不容易通過 在2005年的時候通過了這一部政府資訊公開法 那這一部法律通過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全面的去要求所有的行政機關 必須要最大量的去公開它的所有的資訊 因為人民資的權利要保障以外 這個資訊是應該要跟全民來共享的 而不是政府部門所獨自擁有的 所以當時候的中央政府是在所有的中央機關裡面 都要求在網站的首頁上面 都必須要有政府資訊公開的專區 然後開始去做這個資訊公開 那地方政府的部分呢 就沒有很同步的去強烈的一個要求 那台南市政府在合併 四年前合併的時候呢 市長一直堅持就是認為說公開透明才是最佳的防腐計 所以政府就只有越公開 其實能夠更得到人民的一個信賴 所以我們從四年前就開始 我們過去的地方政府沒有這麼樣大量的一個資訊公開的部分呢 我們在台南市政府就開始去落實了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的首頁包含我們每一個局的首頁都必須要請政府資訊公開的專區 然後除了政府要求的或者是說法律裡面要求的所謂主動公開項目之外呢 我們也要求依職權財糧上面可以公開的部分我們也都盡量的公開 那我們也去檢視我們的那個研考會 也會逐一的每年都去檢視一下我們各個所屬的機關 也就是說我們的各局處呢公開的情況究竟是如何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打開政府其實就是那個目的 但是呢政府資訊公開它其實只是在做到讓老百姓了解政府在做什麼 換句話說我們所提供的資訊是為人而存在的 是要人能夠讀的能夠看得懂的 但是隨著這一個科技的發達視訊或者人會視訊 就是這種社群的這種網站開始的更發達之後 我們發現政府擁有的最大量的資訊 如果都是經過我們整理只提供給老百姓了解的時候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達到這些資料的一個更有效的利用 或者效益更高於是所謂開放政府就這個時候就跳出來了 所以開放政府它的真正的意涵呢不是在提供給人可以看的資料 而是要提供給機器可以讀的東西 所以過去我們在講政府資訊公開我們都用information 就是說這是經過整理的資料 可是我們現在開放政府所提供出來的是一個road data 是一個原始的資料 要讓機器能夠去讀的 那機器可以去使用的 當我大量提供這樣的一個road data出來之後呢 其實可以透過全民 他可以去加值運用 他可以做很多的利用 他也可以從這邊去透過電腦的技術呢 去讓這些資訊去做某種的串聯 或者甚至能夠協助政府 當政府的能力有所不足的地方呢 他可以透過他了解他知道了這樣的資訊之後 幫我們去傳播或幫我們去做協助 那我們有看到這樣的趨勢 其實我們兩年前就開始要把這個所謂的open data的平台 給他建置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求各機關提出來 可是因為是一個示範的性質 所以我們才會後來辦了黑客森的比賽 就是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對外開放 那一直到去年我們才把我們這個open data 把這個所謂的平台把它開放出來了 那這過程當中我想大家也知道 臺灣市政府也有很多的APP 包含我們的交通的部分 包含我們的旅遊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水情的APP等等都有 那那個沒有像今天的圖資的這個部分 就是最後你可以回饋 可以feedback 你可以當場看到照相回傳 那他原則上他還是在政府資訊公開 那個範疇而已 可是當我們現在已經提供到 你可以直接feedback回來 然後接著我政府部門就開始去 經由你給我的訊息 我再繼續再去做的時候 這才是真正的所謂的開放政府 才是真正的開放政府 所以未來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們的1999目前只是陳情仁 剛剛趙作為講的只有陳情仁他知道說 我們做到哪裡了 未來我們一旦把它開放之後 整個後台的部分就是全民都可以來監督 所以相同的我如果在這邊看到有一個 比如說道路的坑洞 我已經進去1999去提報了以後 其實另外一個人不一定要再打1999 他就可以透過這裡他看到已經有人提了 他只要在做事後的追蹤就好了 所以他是對全民是一個開放的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開放政府不是現在大家理解上的 好像說我只要把我的會議開放讓媒體進來採訪 就叫做開放政府 其實真正的開放政府是要把我們的所有的原始資料公開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剛剛趙作為有報告了 未來我們會有三大部分 開放決策、開放服務跟開放資料部分 我剛剛是把開放資料公開跟大家做更詳細的解釋 然後接著我們當然就是要做開放服務 那各位可能會更關心的就是開放決策的部分 那決策的行程裡面開放決策 在早期我們大概就是所謂的民主參與 我們會把專家學者找進到市府來 我們現在很多的委員會都有專家學者 可是專家學者還是不夠的 未來我們還是希望說全民都能夠來參與 這就是我們所謂公開決策 那公開決策的部分除了說我們把會議的部分 可以透過這種所謂的網路直接讓人家可以看得到以外 其實各種的公民論壇或者是說其他的像大家講iVoting 其實也就是提案的方式那個都是 所以我們未來會透過這樣子剛剛那個九宮格的方式 每一種事項我們就會逐步的來做推動 那我想這個恐怕以現在各縣市政府來講 台南市政府還是算是走在最前面的 因為台北市政府雖然有提到他們要做開放政府 但是實際的做法上面包含比如說那個土資的部分 他們的這個時間還是比我們有一點點的落後 那我們其實這一部分也已經統統在啟動了 我想簡單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 summarize 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從這個政府資訊的公開 一直到開放政府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那未來就是對行政部門是個挑戰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趨勢 也是大家不得不往前去推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城市的發展才會更進步 國家社會會更繁榮 或者是說更具有競爭力 以上謝謝 很多人有去看過電影模仿遊戲裡面的國立 它所設計的第一部電腦 它其實就是為機器所閱讀 它可以在機器大量閱讀的情況之下 做分析做預測 那這個也就是開放政府 尤其是在開放資料平台裡面最重要的意義 那台南市開放政府的目標 我們是藉由扣營參與協力這樣的目標 還有我們的三個面向 包括開放資料 開放服務 開放決策 那我們在這三個面向裡面 各下設有12個的執行策略 那最主要開放資料的部分電腦 可以直接去運算 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數據 甚至這些數據堆累到一個程度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對於一些事情跟一些趨勢做分析 那舉例來講 我們過去在Google的那一本書裡面 也可以看得到說有關於感冒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是也可以做預測的 那上次載本橋先生到台南市來演說的時候 他也提到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在當地的藥局 有很多人感冒了他會先去買承藥 他不一定會先去就醫 但是我們在承藥的販售的品項裡面 如果可以經過資料平台的開放 我們甚至可以理解這個感冒快要來的 因為大家會先去買服帽 或者是買一些口痛藥 或者是買一些有關於感冒咳嗽這些承藥 那我們從這些購買的行為裡面 就可以去分析到 這個大量的流感可能要到了 那這個就是資料開放最重要的意義 那台南市開放政府的目標 我們大概也是跟隨著我們所做的一些透明參與 跟協力的核心 希望藉由開放資料 開放決策 開放服務達到開放政府最重要的目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去年所架設完成的資料開放平台 目前我們已經有累計了188項的資料集 那也非常感謝秘書長在兩次的盤點的資料開放的一些原則上面做協助 那我們除了這個原來的 我們在開放的時候是屬於Data版 或是測試版 我們並沒有對外做大型的一個宣傳 那在沒有大型宣傳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達到了將近10萬的瀏覽次數 那到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我們架設的理由 就是我們架設的是採取簡單 而且最清楚 然後最快速簡單的方式去進行資料的建設的一個平台 我們也採取C-CAN 這樣子的方式跟國際接軌 也就是我們採取一個階段 就可以跟國際接軌的資料開放 而不是兩個階段還要經過接接 那這個也是我們全國最優先 採取C-CAN 這樣子的方式去建設平台 那我們也利用了台南市開放資料平台裡面的一些 有關於台南市地區醫院 公社 Wi-Fi 熱點等等 去做了一個福地通的APP 那這個福地通的APP 我們現在AMVRE 系統 已經在網路上可以提供下載 那 IOS 的部分我們還在申請 那將來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在定位上面就可以去找到你最近的一些醫院 提供一些團員或者是一些民眾做一些服務 那最重要的就是也開放了我們在這個APP裡面的 原始碼公開 那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上面 專業的人士做一些間接更 或者是做一些更多的應用設計 那在開放資料平台裡面 我們成本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總共開放188項的資料集 是續會陸續增加 我們預計在4月的時候 可以突破200個資料集 那其中現在比較 在資料資訊 交通資訊的部分 是在這個資料平台裡面下載 和瀏覽次數算是比較高的 另外等一下會公布的公共短線突資 也是開全國之間 我們把地下的公共短線突資 做資料平台的一個開放 甚至做一些加值的應用 那這個是我們在去年所做的 台南客棟的一個競賽 那它這裡面最大的特色就是 依據我們台南市資料開放裡面 48項資料所做的一些設計 也就是106個人去參加這個比賽項目裡面 總共我們所使用的項目 在當時開放的資料集 總共132個資料集 我們被使用的就有48項 那這個呢 是我們第一名的台南百年文史地圖 它是以Time Map的方式去做建制的 那所以你可以在地圖上面看到的 它的GPS的定位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照片 或者是上傳的影片 這裡會有一個有關於熱蘭澤城 城內建築一構的一個說明 那這個呢 也是當時得到第一名 他們所建制平台裡面 Time Map的一個應用程式的一個創取 那這個也是我們利用的 Hepson 舉辦比賽第一名的Time Map 去把市長的一個公開行程所做的一個示範 那這是在去年到今年跨年三部曲的 一個二療園日珠跟當天的一些時間程 那這個也是我們利用第一名的Time Map的方式 去做了一個情流感突殺的一個資料 那這個呢 除了日期地點之外 還有它的請走 還有我們情流感的病毒 跟菩薩場次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事實上我們在台南市公佈了這個 情流感菩薩的資料平台之後 我們在2月27號之前 Open Data 它基本上每一年都會開一次年會 那它預計本來是在3 4 月之後 要舉辦一個年會 那2月21號是Open Data 它的主要的日子 就是大家會在那一年去做針對 Open Data 裡面的一些東西 去做一些研究跟探討 那我們獲邀在2月27號參加 Open Data Pipe 1 的一個情流感開放資料的座談會 那我們在裡面也提供了非常多 凱南市的一些作為 給他們這一些Open Data 的一個專家做參考 事實上這一份資料 現在也在農委會做一些整理 如果將來全國都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像市長在市政會議裡面所提到的 情流感的這種病毒的數字 或者是它的地點 或者甚至運行車的一個地府 我們可不可以經由這樣的方式做更多的加值服務 讓民眾更能夠理解 甚至在方面工作上做最大的幫助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台南市去利用這個 情流感的CarMap 的方式去會利用的 也就是當時我們在運行車輛的一個新聞 我們也可以在時間軸裡面去呈現 那這個呢 將來是一個運行車的一個行徑的地圖 那以後農委會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像在運行車是不是間接影響到潛流感的這種傳染 或者是什麼 他們也會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那這個是我們在股基旅遊人數的一個統計表 是100年1月到12月 那這些也是依據我們最夯的一些股基點 去做人數的統計 那像我們在今年 王組長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今年可能有600多萬人次到台南來 那可能相對的有一些交通上的壓力 那如果我們透過這個事先可以做一些 交通上面的疏導 或者是古基遊覽地圖的一個島椅 我們其實會在台南做更好更深的一些旅遊活動 而且會比較便宜 那這個也是裡面功能的一項 這個就是統計簡單的一個統計分析圖 那在開放服務的項目裡面 我們這一個部分也會開全國之間 把原來的1999化合物中心的一些資料 把它Open出去 也就是我們將來會成立一個 Open1999 AVD 甚至它的網頁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在1999裡面 我們在之前的一些資料的收整裡面發現 我們總共有9大類是民眾陳述的案件比較多 裡面會細分為35項通報案件 那這些可能在Open1999 這個9大類裡面 我們會在第一階段做參與辦 那它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以包括圍庭 如果我們在路上看到一些圍庭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部分拍照上傳 那它給台湾市政府 就奉行市長所提到的 我們是接受選民監督 那這個東西 它跟平常的一些1999 最大的不同是 過去1999是打電話進來市政府 做澄清或者是做投訴 或者是做一些說明 那那個部分其實只有當事人知道 那一個案件的走向 未來這個Open1999開放之後 是全民都可以看到這個案件 它立即被修復的時間是多少 然後它被上傳的是多少 所以這樣子的壓力是對一些 尤其是派工單位是相對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這個也是台南市 針對全民監督的部分 所做出最大的貢獻 那這個是管線突資 那從高雄氣爆之後 我們其實對於地下管線都有一些恐懼 就是我們大陸挖掘的時候 是不是後續不小心挖到一些瓦斯管 或者是一些危險管線 那這個是由公路局所開發的 道路挖掘避免氣管 那公路局這邊也針對市長的指示 我們除了在台南市原來轄區的範圍裡面 像我們往北可能臨近接近嘉義市 或者嘉義線 然後再往北一點會接近雲林 那這個道路的一個管線突資的資料 我們是以雲嘉蘭道路挖掘避免氣管 作為一個主要的設計 也就是台南市的一些道路管線 地下的管線 我們其實不只是在台南市 我們甚至到雲江或雲 這個也是我們將來在居治裡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資料條文 那這個等一下會有一個實際的演練 給大家做出名 所以我在這邊就不贅述 那另外一個是本雲市長所提醒的 就是在政府的四大本質裡面 除了青年執政 以人為本 另外就是公益向善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開放政府 我們希望把這些概念都能融合在 開放政府最整體的概念裡面 那這些那是工務局 勞工局現在所做的助安兼小運行 這樣幫助一些弱勢去修喪長子 那其實這些東西我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希望 幫助人家的可以找到去向 想接受幫助的人也可以找到他的物資 找到他的能力 找到他的志工 事實上這個社會充滿很多願意幫助的人 但是他也許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希望蟑螂在這個公益台南的項目裡面 包括捐款這樣子的方式 讓你的愛心知道去向 讓需要接受幫助的人不孤單 這個是我們希望將來可以找到的 那開放政府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架構 陳農商財所做的一些說明 我們除了開放資料 開放服務跟開放決策 那其中最重要的有包括野生海南 那如果大家也像小的時候 是我個人小的時候 也許現在沒有就是野生動物園這樣的情況 什麼叫野生動物園 就是沒有炸 所以野生的意思它基本上就是沒有框架 我們給了這個政府一個最大的民主想像 我們將來如果能夠順利進行的話 這個野生台南會把台南市開放政府 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想法 放到後面區區 然後去找到非常多的專家高手 來做一些其他的設計跟服務 那事實上我們在行政院的國華會 他們現在也有在這邊做一些接觸跟工作 他們也預計在4月的時候 會有類似野生政府的概念放在平台上 那這個都是一個政府 現在非常廣開放政府這個方面 最進行的一個方式 另外在開放決策的部分 有所謂的重大會議 也就是將來市長所主持的重大會議 我們希望都可以用網路直播 那網路直播成都大家現在看得到的這個電視畫面裡面 我們就再進行一個模擬的網路直播 那這個將來希望可以在網路上面做播出 也可以做互分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公民論壇 這個大概市長已經在佐證材料化石館 還有西南亞政民的時候 舉行過兩次的公民論壇的方式 提取民間的意見 另外有一個是市民提案 我們初步的構想是希望說有關於類似 像野考慰公務局這邊所在執行的棋樓上空 那很多民眾他會認為 他的這個棋樓 希望這一段路段也要加進來 可不可以 我們將來會有空間 如果你認為你的路段 可以去執行棋樓上空 我們就希望你在這個地方 可以給市政府一些建議 包括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數字上面的聯署 或者是市政府這邊在做進一步的一個溝通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都會是將來在 讓民眾共同參與裡面 所創下一個比較 政府執行上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基礎 那回過頭來講 開放政府它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這個政府的資訊是透明的 那在2012年 這個世界銀行裡面 就針對開放政府所做的一些定義 政府的資訊 如果列透明 公民參與 能夠加入的話 我們其實整個政府 可以做到民主科學 甚至提供我們的行政效率 也能夠黏黏防護 那這個就是開放政府最重要 而且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那就很像說 我們有很多人會在問說 那政府的資料開放之後 如果沒有人用 怎麼辦 事實上有很多事情 就是你開放出去 就會有人使用 就像我剛才所舉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感冒 你可能不會去想說 如果這個藥品的品項販售開放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 但是有很多聰明的人 他就會理解 這個是一個虛失 所以開放政府 很重要的 除了給民族想像 沒有框架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集中人的智慧 它總比一個政府 可以想得到的更重要 那這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也好會 登入跟民眾登入 然後呢 民眾登入的部分 是不需要任何的帳號密碼 這麼方便 就直接會點進去 然後他就會搜尋到 我們手機的位置 目前在我們的臺灣警察中心 然後另外呢 下面呢 會有一個紅色的 這就是跳出 還有限定通報 地址定位 內別參選跟都市查詢 那我們要查 管線就要用內別參選 點了之後呢 他就會介紹這個螢幕 裡面有四個項目 今日施工案件呢 你如果點了 整個台南市 管線挖掘的 位置都會出現 這同點都是施工位置嗎 你蠻聰明的 沒有說 就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現在是要下載 地下管線投資 點越來之後呢 他就會去 資料座去撈 去把整個目前所在位置的 管線撈出來 那這個就是撈出來的結果 你們看到 不同的顏色 為了工電呢 他是這種牌的設計 這裡還有一個出力 來 以府前路二段來講的話 他有綠色線就是天性管線 藍色線就是 真的管線 還有最重要的 剛剛在那邊施工 有沒有看到這條紅色的 這就是天藍氣管線 原來地底下有這麼多管線 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嘛 你就要用這個APP啊 你現在只要使用我的APP 原則上所有台南市 你所在位置的地下管線 都能夠馬上查到密板 那他還有其他功能嗎 你就問對人 其實他不是只有這個功能 他呢 還有兩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管線整合 第二個就是幫山的功能 就好像我們道路主管機關 在工地施工的時候 然後 可以先用這個系統 去查詢整個管線單位 然後邀請他們來做管線協調 避免說道路新鋪之後呢 又重新的挖掘 那另外新建房屋的時候呢 建商他也可以用這個系統 先事先查詢 查詢說到底這個管線埋設的位置 然後一定整個管線單位來做一次 是道路挖掘的盛情 最重要的管線單位在施工的時候呢 他以前都要帶你資本 現在都不用了 只要有手機 可以立刻查詢位置 他的地下管線的分布 然後可以提醒工程人員 不要去誤挖道 不要去誤挖道 那如果真的有些工程人員 不小心誤挖道怎麼辦 系統上也可以立刻去查詢到這個管線的內容 可以立刻通知管線單位來做搶修的工作 所以他的供應性是完整性的 那我還有問題想請教一下 他也可以用來通報道路挖掘無垣事工嗎 所以你實在是很多問題 今天我就好虧做到 然後我們看這個螢幕 這裡一個返回的畫面 點進去之後 他就會跳完原來的畫面 剛才有跟你說過 這個是限定通報 限定通報只要一點 他就會出現四個項目 左上角的部分是 你可以直接拍照 然後還有遠照 近照跟矩陣 矩陣就是違規的部分 我先示範一次 低調的部分 點進去之後 手機就會呈現 拍照的功能 然後撫前路二段 那我就直接拍了 拍了之後呢 覺得這個不好看 我就把手機亮 那你覺得OK沒問題 那我就按儲存 儲存按了之後呢 他就顯示藍色的 所以將這四項功能 都給你藍色之後 你可以瀏覽照片 點進去 點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剛剛所拍的照片 是不是你想要通報的 如果確定的話 他就確定上傳 然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 通報成功 然後再確定 就回到原來的螢幕 那這些資料呢 就會送到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 就立即派員 跑去做處理 還好我都有乖乖施工 app實在太了不起 我現在要馬上來下載 好吧 你慢慢的下載 好我要先回去睡覺了 因為我晚上還有收拾要做 掌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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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